一纸婚约,轻飘飘却承载两性情深,自古以来,婚姻大事皆为人生大事,举足轻重,从繁复的流程到庄重的仪式,每一处都蕴含着对美满婚姻的期盼与祝福,严谨而神圣,在经济视角下,名门望足的婚姻仿佛一场精心编排的交响乐,礼法秩序错综复杂。 而贫寒家庭的婚礼则如同清新小品,程序简约却不失基本节奏,尽管形势不同,但每段婚姻的某些流程都如珍珠般不可或缺,在封建皇宫深处,皇帝虽拥有众多家里,但皇后却独一无二,他身居高位。 肩负重任,成婚之计,必须遵循一切传统风俗与庄严仪式,方能稳固其尊贵地位,展现皇后之风采,据清朝老太监的回忆,皇帝大婚之夜,皇后竟需品尝一物,此物虽平凡,却饱含深意,寻常百姓家亦能见其身影,或许你我也曾品尝过, 却未曾想到他竟能出现在皇家大婚的餐桌上,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,身为封建社会的至尊帝王,皇帝的婚姻知识与寻常百姓截然不同,他们肩负的不仅仅是个人情感,更是王朝的联姻与政治权衡,故而皇帝的大婚。 向来充满尊贵与特殊,非民间可比,清朝时期,民间男子迎娶新娘时,新郎官会亲自率领一支浩浩荡荡的接亲队伍,风风光光地前往迎接心爱的新娘, 展现着那份对幸福生活的热切期盼和庄重承诺,皇室之中自有其规矩,皇帝身为天子,身份尊贵,自然无法亲自前往迎接新娘, 这一传统背后,彰显着皇家的尊严与礼仪,虽无法亲身相迎,但新娘的尊贵与荣耀,却丝毫不减,在历史的话卷中,皇帝迎娶皇后之景,悦然指上,有时,皇帝会遣众臣待老,迎娶家人,有时,则让皇后的娘家亲自送女入宫, 在这庄重而神圣的时刻,皇后身着华服,头戴奉冠,静静等待及时的到来,准备踏上新的人生旅程,皇帝成婚的礼仪,虽与民间相仿,但迎娶皇后却与众不同,唯有与皇后喜结连礼,方为大婚之盛事,届时,必须遵循古礼,依次完成采纳,问明,那争, 告期,迎亲之六礼,方能成就皇家之姻缘,清朝时期,少数民族的融入,使得皇帝的婚姻流程愈发繁琐,王公大臣们,不仅得选拔专员,组成专门机构,精心筹备皇帝的婚事。 更是在礼仪上费尽心思,增添诸多细节,让整场婚礼更显隆重与盛大,这套大婚流程,犹如一部精心编排的史诗,包含那采的初见,大征的庄重,策利的荣耀,和谨的温馨,庆贺的欢腾,炎炎的热闹,以及祈福的虔诚,每一部都彰显着皇家的尊贵与隆重,专属于皇帝与皇后的神圣时刻。 这一点道与民间颇有共通之处,在昔日等级分明的社会里,妻与妾同为女性,仅一次之差,却如天地之别,地位悬殊至极,她们之间的差异,犹如鸿沟,难以逾越,在皇宫深处,皇后独占国母之尊荣,其余嫔妃如同皇帝珍藏的瑰宝,更有那民间女子,如同被吸纳的清权,各自绽放独特的光彩。 然而终究只是皇帝一人之所有,有些女子,只是皇帝寻游时的一时兴起,连踏入皇宫的门槛都未曾有过,更别提那些繁琐的仪式了。 因此,除了尊贵的皇后,那些嫔妃们大多是从民间挑选而来。 一切由太监掌控,皇帝甚至不需插手其中,皇帝与皇后的婚礼,有别于皇后独自的典礼,在踏入洞房前,亲定的亲属代表会为二人主持仪式,而当盛大的婚礼落幕,夜幕降临,则是由贴心的太监们,悄然接手后续的安排。 不过,在这一切之前,皇后必须吃下一样东西,那就是子孙波波,这是一种经典的满足面食,波波这个词原则满语,实际上指的就是汉语里的饺子,它的馅料常用栗子,花生,红枣等食材,煮得半生不熟,当新娘被接到新架时。 南方长辈会赠送半生不熟的子孙波波给他吃,新娘吃下后,长辈会问,生不生? 新娘若回大生,象征着希望早日生儿育女,这对任何新婚夫妇来说都是期盼的美好愿望,尤其是在皇室,完成子孙波波的仪式后,新婚夫妇进行喝锦礼,集合交杯酒,寓意着和睦美好。 他们通常会在昆宁宫的东暖阁过夜,那里的墙壁被红漆和银书同油装饰,大红门上是有沾金利粉的双喜字,屋内处处点缀着金银珠宝,极尽奢华,床前挂着的白子帐绣有一百多个小孩子的形象。 寓意着多子多福,这些帐由全国顶尖的绣娘精心绣制,细腻滑贵,新娘盖的被子也是白子被,是当日婚礼的喜庆象征。 令人欢喜不已,新婚后,皇帝和皇后需在这里共度一个月的时间,才能返回各自的寝宫。 然而,实际情况,很少有皇帝能够坚持住整整一个月,即便像同志弟也只在那里住了两天就离开了。 据清朝历代皇帝中,只有康熙皇帝坚持住满了一个月,遗憾的是,对于绝大多数皇帝和皇后来说,他们的婚姻往往是政治联姻其中的酸甜苦辣。 只有他们自己深知,从古至今,婚姻乃大事,尤其在古代,婚嫁的礼俗十分重要,婚俗礼仪积淀了繁杂悠久的历史因素,一定程度上渗透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。 相比现在的结婚流程,古代的婚姻六礼是怎样的,对当代的影响有多大? 聘取婚由六礼组成,分别为纳采、问明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和亲盈,纳采是南方派人向女方家求亲,问明是女家同意后,把女儿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告诉南方没人,纳吉是南方将两人生辰八字占卜得了其兆,双方互通婚书, 那正是南方向女方赠送一定的聘礼,请妻是南方派没人到女方家商定结婚日期,亲盈是新郎,在宾相陪同下,到女方家迎新娘回家成亲,在传统社会,男女双方必须经过这六道程序才能结成夫妻,否则就是礼不备,聘取婚,是妇系社会从夫居的产物。 母系氏族时代,男不娶,女不嫁,基因传承主要通过也合婚和走访婚的形式,男女之间没有经济上的往来,子女也属于女方家族所有。 母系氏族社会晚期,出现了从妻居的对偶婚,但是不管男子在女方家生活多长时间,创造了多少财富,生下几个孩子,她死去之后也得归葬本家,进入妇系社会以后,男娶女嫁的从夫居成为婚姻主流。 女子的生育与劳动成果都属于男方家族所有,为了弥补女方的损失,聘礼便出现了。 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资料显示,几乎每个时时从夫居的民族娶妻都要交纳聘礼。 聘礼多寡,通常根据家庭条件而定,如果没有足够的聘礼,男方也可以先入赘女方家,三年之后就可以带妻子回家,这叫服役婚。 总之,由从妻居转变成从夫居,男方需要给予女方一定的补偿,这就是聘礼的由来。 在中国,据说皇帝时期已经有了聘礼,杜佑的通典写道,服夕至嫁娶,以丽皮为礼。 五弟御时,娶妻必告父母,下时亲迎于庭,殷时亲迎于堂,周至,献男女之年,定婚姻之时,六礼之仪十倍。 其实,商贷时有一婚,礼仪并不完备。 因而被周姬为礼不备,周公至礼,也仅有聘,问名,纳,纳采,逆,迎亲,送,送亲,四礼,六礼是陆续完备的,周贷时行等级制, 不同身份的贵族男子,刻意取数目不等的女子为妻,其中聘者为嫡,应,陪嫁,者为妾,所以又叫应妾制。 为了保持贵族血统的纯正,敌氏和应妾都必须是贵族女子,而且尽可能是同姓女子,左传记载, 诸侯娶一国,则二国往应之,以职地从,职者和,兄之子也,地者和,地也。 诸侯一聘九女,为什么一定要以职地陪嫁? 何修解释道,必以职地从职者,欲是一人游子,二人习也,所以防嫉妒,领重祭祀也。 不过,应妾制只在周王和诸侯中通行,清大夫氏虽然也实行聘取婚,但没有应妾,因为礼不下庶人,行不深刀夫, 所以聘取婚只通行在贵族阶层,庶民结婚则比较简单。 周礼,地观云,仲春之月,令惠男女,于是时也,奔着不尽。 奔集是《四奔婚》《诗经》中的很多诗篇,如《正风中的山友扶苏》、 《角童》、《千场》和《卫风中木瓜》等,描写的都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,自由结合的情景, 屡是春秋所在中山之俗,以昼为夜,一夜即日,男女惬意,故无休息,也是四奔婚。 此外,庶民中也存在通过抢,买卖和收集的方式形成逝世婚姻的情况。